國式麵包 沙律菜 已經到行程第五天早上 當然也在酒店吃早餐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但也吃飽飽才出去 又是隨便選一些東西 開始吃 這裏是高層的自助餐廳 首先去看看紫沙茶壺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是不可以拍片的 但最後都買了 剛剛看完紫沙壺 多了一整行東西 兩行去三行回 接著就看珍珠 不過珍珠真的沒有興趣 但今晚就夜遊上海 吃午餐 首先有些黑木耳山根 跟著有些薯仔鴨 有白菜 有鵪鶉 跟著有些筍 跟著這個一隻鴨 有些魚蛋湯 有些魚肝 那這個就是一些豆腐乾的齋 跟著有這個排骨 有些葉蘿蔔 有蝦 有炒蛋 另外有小龍鮑 也有白魚 跟著就是禮湖 禮湖本身叫五里湖 後來人們為了紀念飯禮 將名字改成禮湖 好 這裡是露營區 一大大草地 很多人在這裡 好 前面就是禮湖 看一看 看一看 好多東西玩 真的非常幸運 我們六天的行程 基本上都是陽光普照 早一點點來就下雨 遲些來就會很冷 由於都是根豚 所以都是走馬漢花 接著我們就趕去下一個地點 就是去上海了 有幾個小時車程 當然 中間亦都會經一經這個服務站 都是一般服務站 有些店舖可以買東西吃 東西喝 又是見到好看 在車那裏看一看片 睡一睡一睡 就已經到了上海了 我看到上海 有些樓都很舊 但有些樓又挺新的 前面有個摩天輪商場 叫大粵城 屬身低有摩天輪玩的 當然 我們去的地方 都是有黑炸卡位 和經過都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打上海之前 首先是封炸 隨著慢慢接近上海坊 就看到周圍的建築物 都很漂亮 上了燈 由於人多 都有交通管制 所以要早一點下車再走過去 現在慢慢走到海灘 我現在在長海灘 大家看看我這一邊 這一邊是超級漂亮的 有長海明珠塔 超級多的燈光 在另一邊也是很漂亮的 後面有和平飯店 中國銀行等等 這些建築 我現在在的位置 就是上海外灘 看到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 你看到很多建築物 這個就是最棒的打卡位 你看到 嘩 整個夜景是超棒的 你無論是從中間拍攝 或是從中間拍攝 或是從中間拍攝 都是很漂亮的 橫影直影都很漂亮 逐棟建築物跟它拍攝 都很漂亮 當然了 後面都有其他的建築物 這些就是 那時候 可能民國時代 就已經存在了 有和平一點 中國銀行 當年都真的是和平飯店 和中國銀行 但是你說其他那些 有些就已經變了 這個遊覽 這個就是打卡熱點 超多人 但是它的攤都很長的關係 所以走遠一點 就能夠拍攝 我們看看遠處 遠處 遠處都很漂亮 停留了一會 其實一直都看到 有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遊覽 這些遊覽船 是走過的 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這隻 你在上面遊覽 一路看 當然是很漂亮 但如果你在岸邊 這樣看下去 也是很漂亮 那些遊覽船子 本身 加上一些燈 就是夜景的一部分 開心的時間 是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 回到酒店 超多東西 這裏兩行李 我媽的第一行李 今天這間都是王冠 好 好 又到酒店 看看 就是那些東西 有櫃 兩張床 床頭 都有 插梳 有書桌 梳化 廁所很寬闊 這個門是超大 好 看看 看看 有 淋浴缸 這個窗簾應該是 看街的 按下 有淋浴缸 可以淋浴缸 那我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這裏 喜歡的影片 記得點贊 留言 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